照片的处理,来,我们把影片关闭 诶,都没看见耶,照片在这一颗,看见吗 我觉得这个画面很棒耶 我想针对这个画面再个别来做特效 来,再把这张图拉到这里来 记得要做什么事情,要做插入 来,这张图做什么事情呢 工具这边有个效果很棒哦,叫做 平移跟缩放 照片是不会动,可是我透过平移照片就会动 我们先播一下啦,如果播到这张照片会怎样 就这样而已哦,你看见吗 来,我要来做播放,来点这里 工具的平移跟缩放 人在这里嘛,对不对 我希望待会怎么往上移动看看 来,播看看 你有看见吗 就加进来了哦,好,做完 我再选一张好了,再选一张 再选一张,来,再拉这张 拉到右边来,做插入 点这张图有加效果就会来 在哪里 工具的平移和缩放 那这个图,主角在这里 我希望这样 来,开始咯 没什么效果呢 好,来换 哦,这个效果还真不剩好 再换一个 如果这样呢 欸,不行,这样呢 头不见了 你可以选效果 对,你可以选你要效果 就是在那边挑而已 那垂直上移好了,这样 你也可以这样来选 简单的说,就选一个你觉得合适的 像这焦点,飞机跟人要出来 所以你要去选合适的哦 我还在挑呢 反正不能选哪一个 结论是选了以后做什么 点了就好了 你看见吗 好,来 待会同学,做完就关闭 同学可以把这照片打开 挑你自己的照片,OK吗 挑你自己的照片,再来做效果 挑你自己的照片 拉过来 不用每张做哦 挑几张就好了 那这个我再做一次 在工具里面的平移 拨看看吧 哦,这张不好,那换这个 换这个 你可以去选你喜欢的 或者是左移右移的 那像这样头已经被切掉 就不合适哦 你总要选一个 你觉得看起来合适的图片 我再选这个 这个呢 U型的 哦,这个也不合适 来,缩小 放大 哦,再挑一挑吧 来,请大家继续再操作一下 好,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